初到十年 JJ林俊杰首次踏上香港宏馆开唱 要歌迷等这么久 姐姐当然要落力回馈大家吧 JJ在现唱Michael Jackson的歌曲时 更模仿MJ的经典舞步 加上秀出苦恋已久的六块腹肌加人鱼线 让粉丝兴奋不一样 我觉得演唱会当然会给自己一些目标 其实不管会不会去露 我都会健身多健身 因为为了自己在演唱会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体力去表演 更好的体力跟状态精神去把自己该做 因为演唱会毕竟是一直连着的 然后非常耗体力 所以我从半年前就开始集训 然后一直在健身房 有空就会去健身房 然后其实除了健身 其实吃也是非常需要去改的 就是去修饰 当然我最近为了香港的演唱会 我也特别不吃油的 然后借油的东西 甚至有些时候也会 一个礼拜可能会一两天是吃素 让自己身体可以更干净 更不用那么油 借借这次请来两位中两级嘉宾 分别是香港乐坛天后 荣祖和B哥哥钟正涛 SEE ME FLY 你为爱我 抓紧我 不算拥有 你总是不会放手 我不放你 不用爱我 只怕你把习惯当过来 你才不懂 我有什么 MING PAO TORONTO 你往下站一下 来个人 周一跟在台下大爆JJ明言 会再到香港开唱 校园到时候 要跟JJ在台上紧搁热舞呢 跳艳舞 因为我觉得主儿他非常性感 他在跳舞的时候 是有一种很性感的魅力 希望可以有一些 比较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那种 跟嘉宾的互动 我很期待 他能够把我的热情带出来 早前这几位好友林志颖 补过生日想不到反被催婚 不过接近结婚生子并不抗拒 每次跟林志颖的小孩玩的时候 就会有种很羡慕的感觉 然后也很觉得说 当爸爸的感觉 看到他们两父子 就是一种阳光 就是很阳光的感觉 然后爸爸那么帅 儿子也很帅 然后我就会常常跟Kimi说 哇 我要赶快生一个 然后来陪Kimi长大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人生到一个阶段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规划 我觉得当然还是说 要需要碰到对的人 然后也要开始说 有一个不同阶段的 这个安排跟规划吧 要遇到对的人 我觉得才会有一些 能够定下来的心吧 对啊 那你的绯闻女友 你现在是不是说你的朋友 没有 他不是我的绯闻女友 对啊 有没有想说几年内 要达成的成家庭呢 给自己的目标 我应该 应该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应该还是会是 大概三五三六的 这段时间啦 当然常常会有朋友跟我说 三十五差不多啦 至少该先交个女朋友再说